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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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單元的部分要來談談 邏輯的謬誤 那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單元 因為各位都知道我們經過了一個 一個學期的邏輯思考的課程之後 最後我們要來做一些檢視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推論上出現什麼樣常出現的錯誤 所以一般 謬誤的意思大概就指說 我們在思考上面經常出現的一些 麻煩或者推論上的一些錯誤 那一般我們就把它統稱為 邏輯的謬誤 所以我們來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在做謬誤的分類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 基本上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我們把它稱之為 形式謬誤 我們在推論的形式上其實出錯了 也就是說呢 它其實是一個無效論證 或者是一個錯誤的推論規則 但是我們卻把它當成一個 有效論證 或者把它當成一個正確的推論規則 那一般來講 有關於推論上或者是 推論規則上的錯誤呢 我們基本上就把它稱之為 形式謬誤 另外一個部分是 非形式謬誤 基本上就是說 它其實有可能是 一個有效論證的形式 那它的推論規則可能也沒有出錯 可是呢 它可能那個理由不太對 或者是說呢 它其實是 根本就不相干的一些理由 你拿來當理由 所以 原則上這個比較複雜 就是說在非形式謬誤上 它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也就是 它有可能是有效論證 那也有可能是無效論證 那論證的形式不一定 但是呢 一定有某些地方呢 是讓我們覺得不恰當的 或者不適當的 那我們要把這個地方找出來 所以呢 原則上 這兩個的差別大概是這樣 那麼 在非形式謬誤部分呢 我們又可以分成以下的幾類 我們也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分類 那各位要記得 這個分類只是一個 粗略的分類 它不是唯一的分類方式 也不是說所有的謬誤 一定要照這個來區分 並不是這樣的 它只是說 我們在 常見的謬誤裡面找出來之後呢 大致上分類給各位看 但是呢 其實它有很多 在不在我們這些類別裡面的謬誤呢 其實也會出現 那待會我也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理解 第一類大概最常出現的就是 不相干的推論 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會發現說 前提跟結論之間呢 沒有這個關係 不應該是用這樣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但是有些人呢就會把它當理由 換言之 它應該是 不是理由的理由 就是說這些前提呢 可能不是理由的理由 然後呢我們會把它當理由 這個呢 我們就稱之為不相干 第二種呢就是誤導 也就是說呢 讓你覺得說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可是其實它是沒有道理的 就是說 聽起來似乎言之成理 對不對 所以利用這樣一個言之成理的 這個方式呢 混淆各位的視聽 讓你覺得說 好像聽起來很有道理 那這個呢 其實是有時候呢 很難分辨的 因為 其實它乍聽之下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呢 你認真分析起來 它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好 好 那第三種呢 其實是利用這個假定上的問題 就是說 在推論上呢它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呢 雖然這個前提呢 可以直接導出結論 可是呢 前提本身的這個假定呢 是大有問題的 就是說 好比說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之前舉過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如果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很帥 好 這個是一個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呢 我們在之前的課程 有告訴各位同學說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對不對 就是 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長得很帥 好 這個聽起來前提 因為是矛盾的 所以它可以推出任何的結論 換言之 你從這個前提裡面 你要推出什麼結論都可以 所以這個推論本身呢 雖然是一個有效論證 但是因為它前提是矛盾的對不對 所以呢 它這個推論呢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因為 你既可以推出 傅老師很帥 你也可以推出 傅老師長得跟巴拉一樣對不對 這兩個其實都是成立的 所以呢 這個 如果前提碰到這樣的矛盾 或者前提碰到這樣不一致的情況之下呢 即使我這個 從這個假定可以推出這個結論呢 我們也不覺得它是一個 好的推論 或是適當的推論 當時呢 我記得我有問過各位同學說 這個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很帥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 那很多人呢 當時呢 憑著直覺就回答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把無效論證跟 這個謬誤呢混淆了 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是一個 謬誤 可是它卻不是一個 無效論證 基本上 在推論上 從推論的規則上 它還是一個有效論證 只不過 在這個假定的前提呢 要我們推出這個結論 各位都覺得不能接受 原因就是因為 它其實是一個推論上的謬誤 所以到了今天 我們在這個 進入最後一個單元的時候 各位就可以分清楚 這兩個的區別 那在當時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到這個 謬誤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大概容易把這個 無效的這個論證 跟謬誤呢 混淆在一起 所以 通過今天的這個說明之後呢 相信各位呢 都能夠更清楚 所謂的這個 無效論證跟 謬誤之間的區別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 形式的謬誤開始 好 根據我剛剛的說明 好 形式謬誤的意思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無效論證形式 但是我們會把它當成一個 有效論證形式 換言之呢 有很多的人呢 聽到這樣的推論的時候 他會覺得 這個聽起來其實還蠻有道理的 可是其實它卻是一個 錯誤的推論規則 或者說 這樣的一個推論規則 並不能幫助我們得到 正確的結論 好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 第一個呢是肯定 後見的謬誤 好 那各位只要看到 前見跟後見呢 或者前向跟後向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條件句的描述 一般我們在條件句裡面 如果有一個若P 則Q 我們會把P 叫做前見或者前向 會把Q 叫做後見或者後向 那肯定後見的意思是說呢 我從肯定Q 可不可以推出這個P呢 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有兩個前提 一個前提是 若P 則Q 我用後向的肯定 加上這個條件句子 我其實是不能夠推出 P 這個結論 那各位看到 畫一個斜線 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導出 這個結論的意思 就說 從這兩個前提 若P 則Q 跟Q 是無法導出 P 這個結論的 那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出 在推論規則上 我們其實並沒有這條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不正確的推論規則 或者說 無效論證 那麼我們來舉個實際的例子 看看 如果你告訴我說 如果小明在家 那麼小明家裡的燈就會亮 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 如果有人在家 當然燈就會亮 那現在呢 小明家裡的燈是亮著的 所以呢 推出小明在家 各位就會知道說 哎呀 這個一定錯 對不對 因為搞不好是小明的家人 不是小明在家 對不對 我只確定說 如果小明在家的話 那麼他們家的燈就會亮 沒有錯 可是呢我卻不能從 他們家的燈 是亮的呢 就推回去說 這個小明一定在家 這樣的推論呢 顯然是不對的 相信各位可以 很清楚地看出 這個謬誤出現在哪裡 對吧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們也常出現的是 否定前見的謬誤 那否定前見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呢我們有兩個句子 一個是若P 則Q 有一個是非P 就是呢 P 的否定 可不可以推出非Q呢 當然不行對不對 各位看看實際的例子 如果房價上漲的話 那麼店面租金會上漲 房價沒有上漲 所以店面也不會漲嗎 這個不一定對不對 我們都只知道說 如果房價上漲的話 那店面的租金就跟著漲 可是店面租金的漲 漲價呢 可能還有其他因素 不一定呢 要跟這個房價綁在一起 所以呢 我只知道房價值 它其中的 某個條件 對不對 就是說呢 如果房價漲了 那它一定會漲 可是房價不漲呢 它一定會不漲呢 那可不一定 所以 這個呢 謬誤呢也是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那我要提醒各位 就是說呢 在這樣的一個形式 謬誤的情況之下呢 通常我們之所謂混淆 就是因為乍聽之下會有道理 但是呢 其實你仔細分析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是用了錯誤的規則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很多人跟我講這個例子 我覺得是很有趣 各位不妨這樣看 很多人會舉這樣的例子說 如果我有一千萬 那我就可以買得起房子 好 那我有沒有一千萬 我沒有一千萬 所以我買不起房子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 對不對 就乍聽之下你會覺得很有道理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個錯誤的 這個推論規則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是說 謬誤之所以會是謬誤 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會被混淆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乍聽之下很有道理 而忘記了去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有效的推論規則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經常 出現的麻煩 所以各位務必要注意 好 那接下來第三個是 換值不換位的謬誤 意思就是說呢 各位想想看 之前有一個換值換位率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呢 把P跟Q呢 兩個換過來 若P則Q 可以推出若非Q則非P 那我們之前舉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說 如果我的太太告訴我說 如果妳愛我 那妳就應該買生日禮物給我對不對 那我有問過同學說 那我如果不買生日禮物給他 他會直接推出什麼 對 就是我不愛他 對不對 所以呢 哪一句話可以推出哪一句話呢 就是 如果你愛我 那妳要買生日禮物給我 所以呢 如果你不買生日禮物給我 則表示妳不愛我 這兩句話其實對 對我們來講是等值的 好 可是呢 如果我愛他呢 就要買生日禮物給他 那如果我不愛他 是不是就不可以買生日禮物給他呢 其實不盡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其實也是不成立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實例 就是說 如果他還記得我的生日的話 那就表示他還愛著我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不記得我的生日 那就表示他一定不愛我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錯誤的推論規則所產生的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的乍聽之下 會覺得很有道理 為什麼呢 如果你覺得很有道理的意思呢 其實你是把它當成若且為若來看待 大部分的人 把這個 這個條件句就是若P則Q 很多人會把它當成是 雙邊的推論 就是 從P可以推到Q 從Q可以推到P 那你就會覺得這句話好像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他之所以容易混淆 就是因為我們對這些 這個連接詞的使用上呢 並不是太嚴謹的一個使用 因為很多人呢 在用的時候他其實明明另外是一個意思 可是呢 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他會講這個意思 所以 有很多人呢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的意思可能是 P 若且為若Q 可是呢他在講的時候就是 若P則Q 有可能出現 這樣的麻煩 所以呢 謬誤之所以會對我們造成困擾 大部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我們會造成一些困擾 比較難以解決 再來是連言否定 非P and Q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P and Q 外面加一個否定號 他可不可以推出非P 而且非Q呢 各位都知道這個其實不對 因為我們在迪摩根 Law 裡面學到 都會說 如果是一個P and Q 外面加否定號 其實他推出來應該是非P or非Q 所以我相信各位應該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呢 其實這個推論是不對的 我來給各位一個實例看看 比如說 A 說 我不是個忌會玩又會讀書的人 如果 A 告訴 B 這樣 B 就回答說 所以你既不會玩又不會讀書囉 其實他的意思不是這樣 他只是說 我只是沒有辦法同時做好這兩件事 那我可能可以 會玩但不會讀書 或者是會讀書不會玩 我其實意思只是說 我沒有辦法同時完成這兩件事而已 所以這個呢 會是連言否定的一個謬誤 OK 接下來是全稱語句 換值不換位 那這個只是把剛剛的語句邏輯裡面 當成全稱語句來看 那我們的全稱語句會是什麼 就是 for all x px 的 qx 它沒有辦法推出什麼 非 px 就非 qx 那這個例子呢 各位可以很容易舉得出來 如果我告訴你 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 那你會不會推出 所有不是天鵝的東西 都不是白色的呢 當然不會嘛 對不對 這個很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推論 即使我覺得 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 我也推論不出 不是天鵝的就不是白的 因為另外有白色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推論顯然是錯的 所以這個是指說 你如果是全稱語句呢 換值不換位 其實這個推論是錯的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非形式謬誤的部分 那非形式謬誤呢 一般來講 根據我們剛剛的說法 我們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不相干 第二個部分是 利用前提混淆視聽誤導的方式 第三個呢 是你的這個假定大有問題 所以呢 這三個基本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非形式謬誤的一些部分 那首先我們要從 不相干的這個謬誤開始 就是我們從這個 前提跟結論不相干的謬誤 第一個是訴諸暴力的謬誤 第二類呢 我們把它叫訴諸憐憫的謬誤 第三類呢 是訴諸群眾的謬誤 就是大多數人覺得怎樣 他就怎樣 第四個呢 是人身攻擊的謬誤 就是對人呢 進行這個人身攻擊啦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訴諸不當權威的謬誤 那再來呢 是我們訴諸無知的謬誤 就是欺負你不知道 欺負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各位當然都很有經驗 那再來一個呢 是轉移焦點的謬誤 這幾個謬誤呢 是我們在說明前提跟結論不相干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它之間的這個論證結構 到底是怎麼樣 那各位我們就從第一個訴諸暴力的謬誤開始 訴諸暴力的謬誤意思是說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論證結構大致如下 第一個是說 如果你不同意x 那麼我就會讓y發生 那很顯然你不想讓y這件事發生 因此呢你就會同意x 這樣子可不可以推論出 所以x呢就是正確的呢 這個顯然大有問題 就是說呢 即使我不想讓y發生也是被迫的對不對 所以呢 不能因為這樣就證明說 我去做了x x就是正確的事情 這個當然是不對的 ok 好 那這裡呢 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這裡的暴力呢 其實是很廣泛的指稱 就它不一定是肢體的暴力啦 就說比如說這個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會打你啊 或怎麼樣 不一定是這樣的一個肢體的暴力 它有可能包含是言語的暴力 比如說這個 如果你這個 不聽我的話對不對 我就到外面宣傳說 你是一個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對不對 讓你很難下台 讓你很難做 很難做人等等 這些其實就是利用這個 言語的暴力 逼迫別人就範 那甚至呢 包括這個權力關係的 也算暴力 好比說 這個 家長對這個 小孩 或者是老師對學生 對吧 那這些呢其實都會有 這個訴諸暴力的這個問題 就權力關係的對待 也是一種這個暴力對吧 好比說 我不能在這個班上 這個要求你去做 這個 跟課業無關的事情 因為你到這個班上來修課的時候呢 你是為了要來學習的對不對 所以我不能去叫你 你幫我去做一些私人的事情 比如說 你去幫我寄信啊 去倒水給我喝啊 這些其實是 老師很私人的事情 那各位同學來修課的時候呢 我不能利用 我對你的這個期末成績 有打成績的這個權力呢 然後就要求你去幫我做這些 私人的事物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訴諸暴力 雖然看起來是 不太這個 無關緊要 小事 但是也不應該 其實也是有 訴諸暴力的謬誤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說呢 我剛剛講過這個理由相不相干很重要 所以呢 很多人會把這個訴諸暴力的謬誤誤誤解了 就是說呢 以為說如果老師這個說話 兇一點或者大聲一點呢 它就是訴諸暴力的謬誤其實不是 各位忽略的這個 推理是不對的 我們要重視那個推理過程 好比說 我剛剛講如果說 我如果跟同學說 你如果不去幫我寄這封信的話呢 我期末就把你當掉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利用 這個權力關係要求你去做 不應該做的事情 好 可是呢 如果告訴各位同學說 如果你如果不認真交作業的話呢 那我就把你當掉 這個可不可以呢 好 不能因為說老師說話 可能稍微大聲一點的 你就說老師訴諸暴力 並沒有 因為你交作業其實是 跟這門課是有相關的 所以你交作業應該是很正當的 所以我請各位 等一下在聽任何的一個 這個謬誤的推理的時候呢 務必注意這件事就是 你要去注意那個 理由之間的關係 那個才是我們的焦點所在 並不是說 所有的這樣的 都一定是訴諸暴力 不是說大聲一點 就全部都是訴諸暴力 並不是 這樣就誤解了 這個謬誤所要 傳達給各位的一個想法 好 那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看以後各位 說不定會遇到這樣的困境 如果你進了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的長官呢 就跟你講說 如果你不乖乖配合的話呢 好 那你可能就 沒有辦法繼續工作啦 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失去工作 你就乖乖配合 好 那也許他是要你做違法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說他利用這樣的 權力關係去逼迫你做 你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就叫訴諸暴力的謬誤 所以這個各位就很清楚 什麼樣的情況下 他應該稱之為 訴諸暴力的謬誤 什麼情況之下呢 卻不應該把它叫做 訴諸暴力的謬誤 接下來第二個是 訴諸憐憫的謬誤 基本上他的論證結構 大概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就是說 某個人 S 提出了某個要求 X 那 X 合不合理呢 如果我們考慮 X 的理由是說 因為 S 的處境堪連 所以呢 他提出的 X 就是正確的 像這樣子呢 他其實是不相干對不對 就是 X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他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或者他這個要求是不對的 應該就看這個要求本身 而不是用他的處境來考慮 這個是不對的嘛 OK 好比說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有一個同學 陳同學對不對 他因為家裡的經濟關係 他需要自酬學 所以花很多時間去打工 那也因為這個緣故 都沒有來上課 到了期末的時候 因為沒有學習到 所以他就來跟老師說 老師你要讓我過關啊 要不然我就沒有辦法畢業啊 他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我希望老師讓他過關 這時候老師應不應該讓他過關呢 其實是不應該對不對 因為 他能不能過關的理由 應該是建立在 他有沒有認真的 學習這門課的部分 對不對 他如果在課堂上 有學到應該要學的東西 經過了測驗之後呢 也通過測驗了 那自然而然 老師就應該讓他通過 對吧 老師不能有 不讓他通過的情況 OK 如果不讓他通過 就有訴諸暴力的謬誤對不對 好 可是呢 如果老師是因為他的處境的關係 而讓他通過了 可是呢實際上他並沒有學到 這門課應該學習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訴諸憐憫的謬誤 好 那當然各位可以擴張 因為其實我這裡只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訴諸憐憫 其實憐憫是一種情感上的表達 所以它呢其實再更general 一點 就再更普遍化一點呢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訴諸情感的謬誤 就是各位只要想到 各式各樣的情感謬誤呢 基本上都跟這個有關係 就是說你各式各樣的情感 包括親情啊 友情啊 甚至愛情啊這些 利用這種情感的勒索 其實基本上大概就是 訴諸情感的謬誤 好 那各位這樣而然就可以想像到了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謬誤並不是單獨的 就是說很多謬誤也許它會有一個 複合的謬誤的情況 比如說 舉個例子 假設你遇到恐怖情人 對不對 假設你遇到恐怖情人的時候呢 恐怖情人就說 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呢 你不跟我在一起的話呢 那我就要對你如何如何如何 各位就可以發現 它一方面訴諸什麼 一方面訴諸情感 對吧 它希望對你做情感的勒索 就是說你要跟我在一起 因為我這麼愛你 對不對 這是一個 情感上訴諸情感的謬誤 好 另外一個呢是訴諸暴力 對不對 因為它要對你如何如何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訴諸暴力的謬誤 也就是說 一個人要不要跟另外一個人在一起呢 應該 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推論方式呢 它很顯然是 這兩個謬誤呢就同時出現 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的謬誤也許不會是只有一種 它可能有 這個複合的情況出現 所以各位在思考的時候不妨 也去思考一下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其實 但是經常會遇到很多有趣的情況呢 它其實是這一類的謬誤 那我也提醒各位 我們這裡的謬誤 並沒有把所有的謬誤都給各位看 因為我們謬誤其實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是整理 我們其實經常發現的或經常出現的 讓各位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訴諸群眾各位就很熟悉了 那論證結構大家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提出x 大部分人都覺得x是正確的 所以呢 x 就是正確的 可以是這樣嗎 x 是不是正確的理由 各位都聽過獨立思考這件事對不對 所以獨立思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這個x 提出這個x的時候呢 你應該是就 x 的內容去 去思考它到底是正確的 還是不正確的 那如果你的理由只是說 因為大部分人都這樣講 所以x 就是正確的 那這個顯然呢 就有出現訴諸群眾的謬誤 我們什麼時候很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各位只要發現 你只要驚覺到說 這件事情我並沒有親自去查證 我只是呢 因為聽到大部分人這樣講 或者大部分訊息這樣透露 所以呢我就認為這件事是對的 好比說 我可以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聽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報章雜誌上 經常看到 可能某個人犯罪啊對不對 或者怎麼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對這個人呢一無所知 我們也不了解這個人 我們也不確定 他的這個犯罪的動機或者說 他犯下這個錯後面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我們可能對這些都毫無所知 然後呢 那因為大部分人都說他是壞人 我們就直接說他是壞人 不過呢 有可能他在這個犯罪裡面呢 他其實是有一些需要去幫忙解決的 所以呢 事實上在當代我們會 慢慢的呢 大家的這個意識比較抬頭的時候 會比較理解這件事情就是說 有時候訴諸群眾呢 其實他是壞麻煩的事情 尤其各位在網路上 如果我們不經過查證 對這個人也不甚瞭解 然後就直接加入說 這個人呢 反正大部分人都說他不對嘛 對不對 千夫所指 所以他一定是錯的 這還有什麼好講的 難道大家都沒有判斷能力嗎 誒 說得好 說不定 大家都跟你一樣 並沒有對這件事情呢 透過任何獨立思考的判斷呢 就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你以為大家 都有去做這樣的一個獨立思考的判斷 其實並沒有 所以訴諸群眾有時候呢 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麻煩 好 那當然我也幫各位區分一下 這件事情就是說 有很多人會問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在這個民主社會裡面 投票算不算一種訴諸群眾的謬誤 因為有人會批評他是民粹嘛 那這個我覺得值得各位去思考 就是說 到底這個 我們的這個投票行為 他會不會是一個 訴諸群眾的謬誤 比如說有很多人說 他不能選出來的人 不見得就是好的啊 或者怎麼樣啊 他會不會是一個謬誤 其實呢 我認為他是值得討論的 也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訴諸群眾一定都錯的 我要請各位注意這件事 我剛剛說過了 訴諸群眾的謬誤並沒有說 所有訴諸群眾的事情都是錯的 比如說 投票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訴諸群眾嘛 就是大家來投票 可是他是不是一個謬誤 不盡然 各位要去 思考一下 如果他是一個謬誤的話 他是在哪裡出錯了 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 藉由這樣的謬誤 也可以讓各位培養 獨立思考的習慣 比如說大部分人認為說 一定有超自然的力量 所以一定就有超自然的力量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是會聽到很多身邊的人跟你講說 哎呀這個一定有什麼樣的力量 這個超自然的力量 冥冥之中啊 人有命運啊 像這些東西呢 其實很多呢 大家講多了 你就會覺得 好像也對啦 要不然的話 怎麼會這麼巧呢 那事實上 對這個邏輯學家 或者對哲學家來講 他們其實會更深入的去問說 好 如果這件事對的 就是人呢 受到這個命運的擺佈啊 這個冥冥之中有力量啊 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在操控著我們的社會啊 好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做證明呢 事實上 邏輯學家跟哲學家呢 會進一步的去想 我要怎麼去論證這件事對的 即使我認為這件事對的 也不應該只停留在 人云亦云 或者說 大家都這麼說 它就是對的這個程式上 我們會進一步的去問說 我們有沒有有一個辦法 去證明這件事對的 或者去論證這件事對的 所以這個呢 才能夠擺脫這個 訴諸群眾的謬誤 也就是說 僅僅把這個群眾的想法 就當成是這個 認為它是對的 那接下來是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就是說 假設各位想想看 有一個人 S 嘛 提出 X S 有某些特質 F 那大部分都不喜歡 F 這個特徵 那因為這樣呢 我們就否定了說 所以 S 就不用考慮了啊 這個一定是錯的 這個其實就是人身攻擊 意思就是說 我們找了一些跟 X 內容 不相干的一些理由 就是這個特徵 然後呢 來否定了它 那我們當然也有很多人 學過這個成語嘛 這個成語很有用 就是 我們會有這個 因人肺炎的情況 對不對 就以人肺炎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人 不 這個 大家都不喜歡他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他講的話就不用聽了 也沒什麼好聽的 好 這種基本上就是 進入那個人身攻擊 那當然人身攻擊 事實上這些 對這些特質來講 很多人都知道 它其實會有這個 歧視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對於 在這個種族 或者是膚色 或者是性別 或者是國家 或者是地區 或者是 這個各式各樣的條件 而對某一個地區的人呢 會有這種歧視 基本上都是一種人身攻擊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 這個 什麼人種一定不會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什麼樣的人種 一定會怎樣怎樣怎樣 基本上它大概都會 有人身攻擊的問題 或者你覺得男性 一定會怎樣怎樣 或者女性 一定會怎樣怎樣 這個其實都會有人身攻擊 這個謬誤的情況 也就是說呢 我們事實上應該從 每一個人的這個 情況去考慮 他所說話的內容 或者他所做的行動 而不應該用他其他的條件 來否定他 這個都是不對的 比如說公司裡面 有一個橋經理 因為呢大家都覺得 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這個自私自利的人呢 提出來的想法 一定會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考慮他的提案 換言之呢 我並不是因為他的提案內容 來考慮他的提案 而是用這個 他的人的某種特質 來決定他的提案 我們不考慮 那這個基本上 就會有人身攻擊的 這個謬誤的出現 所以呢 這個各位必須要非常小心 因為呢 事實上根據我的經驗 人身攻擊的謬誤 大概是 我們很難覺察的一種謬誤 就是說我們有時候 往往呢這個 對別人有這個人身攻擊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不自覺 對吧 好比說我舉個簡單例子 各位想想看 假設這個同學走過副老師身邊 對不對 然後就說 哎呀這個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那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 老師會受傷呢 有可能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要涉及到這個年齡歧 對不對 就說啊好像這個 他就 一直這個老師 這個已經 這個年紀大了 對不對 玩不出新把戲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很 不小心的去這個 傷害別人而不自知 好比說搞不好也有老師呢 這個在無意之間就說 哎呀這個學生嘛 嘴上無毛辦事不老 所以 他是用這個年紀直接否定了 這個所有的學生呢都 可能辦事呢不值得信賴 可是不是的 我相信呢 同樣是學生 有些同學呢 他是這個辦事能力比較佳 有些同學呢 的確辦事能力比較不好 所以應該呢 是就個別的情況來考慮 他的辦事能力 而不應該呢 這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對不對 就認為說啊只要是這個年輕人呢 辦事一定不好對吧 好反過來說 我剛剛講的 對老師來講也是一樣 對吧 這個 老狗能不能玩出新把戲 誒說不定有些老狗真的可以 對不對 有些老狗不行 所以像這些呢 各位不妨都去想想看 我們其實有時候得到一些 這樣的通則 其實他都會有人身攻擊的謬誤 其實我會 建議各位同學 應該要盡量減少 這樣的話語的出現 以免傷害別人 而不自知 有時候我們其實 傷害別人而不知道 這個其實對自己 有很大的麻煩 以後我們在 工作崗位上 或在學習上 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失去你的朋友 或者失去師長的信任等等 這個其實都是 滑不來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訴諸不當權威 訴諸不當權威的論證結構呢 也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可以想像 假設 S 這個人呢 在 A 這個領域裡面呢 非常的著名 是一個有名的權威 我們都知道 他在這方面呢 是很有研究的 但是呢 他對於他自己的主張呢 超出了這個 A 的領域 那這時候呢 X 是不是正確的呢 如果一個人的主張 超出了他 專業的領域 或者他的權威領域 那是不是值得 是不是正確的 就要再看看 他對這方面 是不是有研究 OK 也就是說呢 我們不能夠有一個人 因為有一個人 在某方面很權威 我們就把他當成萬能的 就是好像他什麼方面都可以 對吧 我們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經常有這樣的現象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老師都是萬能的對不對 你問他 比如說我只是教邏輯的老師 很好像你來問我化學也可以 你來問我數學也可以 好像你來問我這個心理學也可以 沒有這回事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專業領域 所以呢 我們在大學裡面 學到這些專業呢 基本上就是讓各位了解說 我們其實有時候呢 要警惕自己 我並不會因為學了這個專業之後呢 我對其他的專業呢 我也能夠任意的這個 真的是發言 或者是我就能夠說我對他呢 很了解 這個可能是言過其實 而且呢 有時候我們問錯人的 可能是訴諸不當權威 好 那我也舉個 比較有趣的例子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訴諸不當權威 就是說 我記得我小時候 這個 這個 生病的時候 跟各位現在時代不一樣 我小時候感冒的時候呢 我奶奶 我的這個 我的祖母 就是我奶奶呢 都會帶我到廟裡面 去求神問僕 就是 收金啊 小朋友啊 這個感冒啦 希望神幫忙治病啊 這時候這個 廟公呢就會拿這個幾張符呢 給我奶奶 然後跟我奶奶說 你回家之後就燒了給他喝掉 有趣的是這件事就是 我每次喝每次好 那我奶奶就說 哎呀這個一定是神柱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如果不是這個神治好了 這個我的病的話 那怎麼可能每次喝都每次好呢 好 其實 這樣的連結它就是一個 訴諸不當權威 他認為這個 神是很權威的 對不對 那一直到長大之後 我才發現說 原來有很多的感冒病毒是 你其實不喝也會好 但是因為我奶奶那時候 沒有實驗精神嘛 她不會說 我這個第一次來做實驗組 就是喝服水 叫實驗組 第二次呢 我來不要讓她喝服水 叫做對照組 這個 沒有我們今天這種 實驗方法 對不對 所以以前的人會因為 這個很巧合 每次都這樣 然後呢 她就認為說 對對對 這就是她的這個 原因或者是 這個是權威的 所以 這種連結其實就是 訴諸不當權威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生病應該去看醫生嘛 現在你如果 生病 如果有一天 這個同學告訴我說 副老師 副老師我生病了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我帶你去廟裡面 這個收收金 然後買 拿那個服水回來 燒給你喝 我看這個 各位同學應該會昏倒 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種方法呢 其實這個就是在 訴諸不當權威 可是各位想 我們在看很多歷史的 戲劇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這種歷史 當然有 對不對 就是在 以前的人不明白那個原因的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 用這樣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 後來我們才漸漸了解 這個大概是 這個訴諸不當的權威 好 所以呢 舉個實際例子讓各位參考一下 比如說 陳教授呢 是一個享譽國際的化學權威 那他主張 中醫勝過西醫的想法應該是對的 我提醒各位 主張中醫勝過西醫的想法 到底是不是對的 其實 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在於 你要看陳教授是不是實際上對 這個醫學是 的確有研究的 OK 並不是說 他是化學權威 他就不可以對 醫學發表任何言論 這個倒也是矯枉過正了 意思就是說 至少你要有一點點的這個 研究 或者對這方面呢 是實際上是真的有了解的 就好像我告訴各位 剛剛告訴各位的獨立思考一樣 也就是說呢 你到底是不是一個訴諸不當權威呢 是要看 他是不是真的在這方面呢 其實他是真的有研究過的 好比說 說不定這個傅老師 雖然教邏輯對不對 說不定 我對這個心理學真的有研究 OK 你搞不好以後發現說 原來這個傅老師呢 也有一個這個 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對不對 所以原來他對心理學 並不是門外害 當你發現這件事的時候呢 其實他對心理學的發言 也是其來有致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就不再是一個訴諸不當權威的謬誤了 所以呢 是不是訴諸不當權威的謬誤 其實呢 他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分界 並不會說 你只要不是這個 拿到這個 細索的這個博士 你就是 這個不當的權威 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各位 切記一定要小心 那反過來說 各位呢 一定要想到說 我們也不要把 很多人當成是萬能的 尤其是 可能我們自己的 這個父母啦 或者是師長啦 或者是家人啊等等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啊 女朋友啊 你的伴侶啊等等 都不要把它當成是萬能的 OK 因為呢 每一個人呢都不會在每個領域呢 什麼都會 對吧 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 每一個人都還是有他的專長的部分 所以呢 不是專長的部分 他不會 我們也不用太責怪他 不用說 一個人一定要是萬能才行 這個 對人也太過苛求 接下來呢是 訴諸無知的謬誤 訴諸無知的謬誤 當然就是欺負你不知道嘛 那各位想想看 什麼情況下呢 我們是欺負人要不知道呢 很簡單 各位看這個 論證結構呢 是這樣子 沒有人可以證明x對的 或者 沒有人可以證明x錯的 反過來 那x就是對的 或者x就是錯的 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能證明x錯 那x就對 或者說 你不能證明x是對的 那x就是錯的 這個就是訴諸無知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它的反面 對吧 就好比說我現在跟各位說 各位同學 來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辦法證明傅老師是 這個不是好人 沒有辦法證明嘛 所以傅老師就是好人 好 這個很顯然對各位來講 都是一個不正確的推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會因為沒有辦法證明它的反面 它的正面就對了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證明它的正面 那它的反面就是錯 這個對的 對吧 因為它搞不好還有中間值啊 還有什麼 有很多可能性 好 所以呢 這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也經常碰到 對吧 就是說呢 它會故意給你它的反面 或者故意給你它另外一面 然後讓你沒有辦法證明的情況之下呢 你只好同意它 比如說到目前為止呢 沒有任何科學家能夠證明外星人不存在 所以外星人就一定存在 反過來說一樣喔 我如果告訴你說 沒有科學家可以證明外星人存在 所以外星人一定不存在 這個都是宿諸無知 不過呢 剛剛講過了 是不是謬誤 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有時候呢 這個宿諸無知有時候是不得已的 那那個時候還算不算謬誤 各位就要思考一下 OK 好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好 如果這個 有人提出一個方法對不對 然後其他同學又質疑說 嗯 你這個方法好嗎 你這個方法怎麼樣啊 好 好 那這時候的這個人可能會說什麼 他會說 要不然你提出比我更好的方法啊 你能不能提出來 不行啊 所以我這個方法最好 欸 這個時候值得考慮喔 也就是說這個算不算是一個謬誤呢 有時候搞不好這個真的是唯一的一條路 因為 如果我們真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方法 說不定它是目前最好的選項 這個推論是沒有錯的 雖然它並不見得是絕對正確 但它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選項 對吧 好 所以呢 訴諸無知是不是一個謬誤呢 其實是要看 這個我們要達到的目的來決定 有時候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雖然 它一直被質疑 那它就說 那你提出比我更好的啊 如果你提不出來 那我們就只好這樣做 欸 說不定 這個真的會是目前最好的選項 假設 我們提不出比它更好的想法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呢 說不定呢它就 可以通過這個謬誤的考驗 對不對 雖然它也是訴諸無知啦 對不對 就是說 因為你們都沒有辦法提出比我更好的 可是呢 它會不會是一個謬誤呢 有時候呢 它可能不是一個謬誤 因為 如果它是目前最好的選項 你也就只能 就它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來這個進行 好 所以 是不是這個謬誤呢 其實是要看狀況的 我還是提醒各位 千萬不要一竿子打翻 這個一傳人 認為說 所有這種的證明形式 一定都是謬誤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呢 你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得選一個 最好的選項 所以呢這個是不得已 接下來是轉移焦點的謬誤 那各位會發現呢 這個轉移焦點的謬誤 這個英文特別有趣 它叫 Red Herring 什麼是Red Herring呢 其實它是一種魚 是一種斐魚 就是一個魚 然後旁邊一個飛那個字 各位可以插插看那個字 那個是 我都把它唸成斐魚 就是 一種斐魚 那在你有去過歐洲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尤其在北歐 這種魚特別多 那這種魚的特徵是什麼呢 它特別的臭 這個魚的味道 魚腥味非常的重 所以呢 它很多都做成罐頭 所以 各位如果到歐洲去 會看到很多這種 飛魚的罐頭 就是它把它做成罐頭 就是Herring的罐頭 食品會有很多 那它的特點就是呢 這個魚的味道特別重 好 那為什麼會把這個 轉移焦點叫做 Red Herring 的這個Fallacy 呢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它的魚味道非常重 那據說以前呢 我要躲避別人的 這個追蹤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我被追殺 對不對 有人要追殺我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就要在路上的故意呢 丟一些那個 這樣的這個 飛魚在那邊 然後呢 讓那個獵犬 沒有辦法聞到我的味道 就分不清楚這個 味道應該往哪裡去搜尋 那這個時候呢 就產生誤導的作用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可以把它轉移焦點的話呢 那大家就不會再討論我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不用被這個檢討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的論證結構 意思就是說 假設這個A呢 提出這個X 好 那B呢 就提出Y來代替T大X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討論X喔 A提出X對不對 然後B呢 就故意提出另外一個Y 來代替X OK 那Y呢 剎那之間成為討論的焦點 因此呢 X呢就被忽略了 這個我相信各位在 日常生活裡面經常碰到嘛 對不對 很多人 這個為了要帶風向啊 對不對 網路帶風向啊 或什麼 基本上它是一個轉移焦點的方式嘛 比如說 某個政治人物呢 不想讓他的這個 犯錯呢 一直被討論 所以他就丟出另外一個這個政治人物犯的錯呢 讓大家去討論對不對 那造成這個轉移焦點的目標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社會上我們要 這個訓練自己的獨立思考 我們其實要非常的這個警惕自己呢 是不是經常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被轉移焦點了 原本呢 我們是要討論這件事 結果呢 因為他丟出了某個東西呢 大家就一窩蜂的去討論這件事 而忘了原來我們要討論的事情 所以 這個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也經常發生 也經常被拿來當作一種策略 不過他就是一種謬誤啦 就是說 當然有些人為了避免 別人對自己的責怪 他可能會 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做這個轉移焦點 所以呢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在策略上 會遇到的一種策略 不過 當然各位在運用這個策略的時候 當然還是要謹慎的思考 因為有時候 這樣的這個帶風向或什麼 其實對大部分人來講呢 最後搞不好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比如說帶風向這件事情呢 經常會出現對不對 所以當有不利 某個人的新聞出現的時候呢 那就會用其他的新聞 來轉移焦點 各位就知道在美國呢 當時發生科林頓 跟羅文斯基的醜聞的時候呢 當時呢就是對其他的國家呢 發射導彈呢 利用這種方式來轉移目標 那如果各位呢 有興趣的話呢 也有一部電影叫 《美國風雲》 它也是在演說 這個總統的醜聞出現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去製造一個戰爭 那這個戰爭其實不存在 但是他們就利用這個 國內的這個新聞媒體 大肆地去宣揚這個戰爭啊 甚至對這個去參與戰爭的軍人 那些場景呢 其實都是在攝影棚裡面拍的 那拍的這個 後來加上背景之後呢 就是說在這個國家發生戰爭 然後我們的國軍非常英勇 然後把這個當地的人呢 救出來 然後我們還要去 這個對他們表示致敬等等之類 那這些呢都是轉移焦點的方式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日常生活裡面其實有很多 這類的例子呢 其實都在 告訴我們說 這個轉移焦點 這樣的一個謬誤呢 其實是經常出現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要避免 受到這樣的一個 謬誤的一個操控對不對 就是說好像網路帶著風向 我們就跟著跑 其實盡量避免 我們還是要培養我們自己 這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誤導當然就是說 這個我們可能要利用前提的這個 部分呢來做混淆視聽 讓你誤以為它很有道理 它其實是沒道理的 好 那 什麼樣算誤導的東西呢 第一個我們會進入到 稻草人的謬誤 不知道怎麼反抗你對不對 對稻草人講話啦 對稻草人打的時候呢 那個稻草人當然就沒有辦法反抗嘛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個片面的辯護 對於我們的辯護呢是片面的 而不是全面的辯護 那再來就是以偏概全 利用一些簡單的個例呢 就覺得全部都是如此 那再來呢是分稱的謬誤 以及合稱的謬誤 等一下呢我會仔細的說明 好 那首先我們從稻草人的謬誤開始 稻草人謬誤其實就是說 它讓它呢被誤解了 但是它沒有辦法反抗 這個論證結構是說 各位想像有一個s 它講的話是x 結果被扭曲成y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 y可能是不正確的囉 那從y不正確的呢 我們就推論出說 那x當然也就是不正確的囉 可是呢它的x的意思 可能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呢 它的x的意思呢被扭曲了 那造成這個s被誤解 那當然呢這個情況呢 其實在我們這個生活上經常出現 也就是說呢 我們常常會把別人的話呢 做這種扭曲啦 或者是誤解啦 讓別人呢 造成別人對它的不諒解 對不對 這種情況呢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經常會碰到 ok 所以我經常就聽到同學們呢 在爭論的時候呢 搞不好A同學就會說 我就不是這個意思啊 那B同學就說 你就是這個意思啊 你這樣講還不是這個意思嗎 那這個兩個人吵來吵去 其實呢他們就是 有這個稻草人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樣 對我的話做解釋呢 其實是會 讓我被這個誤解 那我來舉個例子 讓各位同學看看 什麼叫誤解 好 那我給各位同學看看 例子這樣 假設有一個女生 是A女 收到新穎男生寄來的情書 然後這個男生呢 就在上面寫著說 你像春天的蝴蝶 在我心中偏偏起舞 結果呢 B女呢 因為也喜歡這個男生 對不對 所以他故意呢 他跟A女搞不好又是好朋友 對吧 他就這個新生激怒 告訴A女說 他在故意罵你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蝴蝶在生物學裡面呢 我們稱之為完全變態 因為他經過這個勇的階段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其實是 拐著彎罵你 好 這時候如果A女聽信了這個B女的話呢 那是不是就會 責怪這個男生說 你怎麼可以 拐著彎罵我 對不對 可是這個男生可能沒有那個意思啊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心中是一個很美麗的形象 就像一隻蝴蝶一樣 是個很美麗的形象 那這個其實就是 常常是被 誤解的情況 好 那當然啦 有時候這個是不是謬誤呢 是不是稻草人的謬誤呢 還是會有一些爭論 我比如說舉個簡單的例子來區分 假設這個 這個男生問這個A女說 這個 到底是誰這樣告訴你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我在罵你 我其實並沒有罵你 好 那這時候A女如果說 那是B女告訴我的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男生說不定可以說 那我們找出來對詞一下 我其實並沒有這個意思 我一定要澄清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樣可以澄清的話呢 那很顯然他就可以擺脫 這個被稻草人的這個情況對不對 好 可是呢 有時候呢 這個A女搞不好不會告訴這個男生 是誰告訴他的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 他跟他的好朋友 不應該出賣他的好朋友 所以他就不告訴這個男生 那這個男生受到的這個 這個誤解 或者冤枉呢 就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時候呢 他就是標準的稻草人 好 所以各位只要想到說 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說不定有一個情況是說 你被誤解了 可是你又沒有辦法辯解 你也不知道要去找誰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大概我們就會說 你被稻草人了 就這個情況 大概就是你被 稻草人的這個情況 很嚴重 所以呢 被誤解了 而且沒有辦法生辯 對不對 那就是 這個沒有辦法去 說明自己的這個冤枉 或者被冤枉的情況呢 這個其實是很痛苦的 所以這個呢 其實各位學到這個謬誤之後呢 我們在 轉述別人的話則的時候 其實要 稍微思考一下 不要讓別人呢 被誤解 或者呢 故意去扭曲邊的話 讓別人呢受傷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 邏輯思考上 需要去注意的部分 好 第二個呢是片面辯護 OK 就是說呢 它只是採取其中的一部分 對不對 它的論證結構是這樣 它有一個一般性的原則 可是呢 S呢認為它有正當的理由 違反X 好這時候呢 S呢是不是對的呢 S其實違反X呢 其實它自己認為是對的 可是其實不對 這個出現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各位都知道 假設我們在路上碰到這個 救護車啦 消防車啦 警車啊 他們如果要執行公務的時候呢 通常只要它鳴笛 大家都會讓嘛 對吧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它雖然違反了交通規則 比如說闖紅燈啊 或者超速啊等等 大家也會覺得說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要拯救人命啊 或者拯救別人的生命財產啊 或者是為了要追捕逃犯啊等等 它可能有很多正當的理由是這樣的 好 可是 在它沒有執行這些公務的時候 它仍然可以這麼做嗎 當然不行 對不對 我們就會覺得說 假設這個救護車上呢 其實並沒有 任何這個傷患啊 或者是急難 重大傷病的人需要這個 被救助啊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就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特權 對不對 這個呢 也就是說 並不是因為它是救護車 所以呢它就隨時隨地 可以違反這樣的一般性原則 要看它的那個實際的狀況對吧 好比說 這個在這個前幾年曾經有人討論過說 這個我們在跨年晚會的時候呢 這個藝人要趕場 因為這個 因為人很多嘛 所以他們要趕場呢 他們需要有一些這個特權 所以這個用救護車運送 這個到底有沒有違反 是不是一個正當的理由來違反這樣的一般性原則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就覺得說 有些人覺得說 OK嘛 因為他們這個工作上的需要 而且呢 它帶給這個 很多人這個 快樂啊 幸福啊 對不對 唱歌給大家聽啊 所以給它這樣一個特權 並不為過啊 可是有些人就覺得說 不是啊 因為這個 救護車只是用來救這個 病患啊 應該是有 有這個生命威脅的人才可以 使用這個救護車的這個特權啊 所以並不是 這個違反這樣的一個一般性原則 並不是在這個時候是可以的 OK 所以呢 這個其實也造成了一些討論 也就是說呢 大家會覺得說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謬誤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接受這樣的一個 辯護的方式呢 這個其實是值得考慮的 它在 各式各樣的這樣違反的 這個一般性原則的情況之下呢 是不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以前在 這個讀書的時候 我記得就 很有趣的一些例子 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比如說 在圖書館裡面 管理員就跟學生說 哎呀你們不要 在圖書館裡面不要說話 這時候如果這個學生說 那你叫我不要說話 你自己不再說話 那這個A就說 我叫你不要說話 是因為在圖書館裡面 要保持安靜啊 那這個時候 圖書館管理員A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特權 去叫他不要講話呢 當然是嘛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班長 或者是這個風紀鼓掌 也經常是這樣對不對 他就對全班小朋友說 哎呀你們不要講話啦 保持安靜啊 然後那個同學就跟他講說 那班長你還不是在講話 風紀鼓掌你還不是在講話 那你自己在講話 又叫我們不要講話 好 這樣的這個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當然 沒有道理對不對 因為他這時候違反一般性原則 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就是說他因為要這個管理秩序 所以呢 他來違反一般性原則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消防車啊警車啊 或者救護車的情況是一樣的 好 可是呢 班長可不可以利用特權 自己跟別人聊天 或者風紀鼓掌可不可以利用這個特權 然後就跟別人聊天 如果別人跟他說 哎那你不是說不要講話 你還跟隔壁聊天 啊只有我可以講話啊 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 在他不是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 不能夠違反這樣的一般性原則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這個謬誤呢 其實經常會出現 很多人會因為 自己有了某些特權之後呢 就忘記了他的特權 其實只 容許在某些情況之下 他才能夠被行使 而不是所有的情況都可以 那這個呢 也提醒各位 以後你如果擁有某一種身份 或者某一種特權的時候呢 請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其實是在某個部分 某個地方 你才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 身份上的特權 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 那接下來是以偏概權 以偏概權就很簡單喔 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發現呢 PA 成立 就是A 具有某種特質P B 也具有某種特質P C 也具有某種特質P 就是說 PA 是成立的 PP 成立的 P 是成立的 然後我就很快的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 那 所有的X 都是P 意思就是說 我從簡單的幾個例子 然後就推論出 那所有的應該都會這樣子 那這個就會有以偏概權的謬誤 那各位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要小心的是說 當我們要使用這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就是 有時候它會是 誤用 為什麼 因為 對於以偏概權來講 它其實是說你這個不當的 這個普遍化 這個才會是一個謬誤 但是呢我們在歸納法裡面 或者我們在 一些科學方法裡面 我們有時候難免一定要用到 這個 一些實驗的個例 來得到一些通則 那這個 會不會有一些這個 以偏概權的謬誤呢 要看 它的這個資料 足不足以支持 這個通則化來決定 倒不是說所有的都不能這樣做 所以各位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會要求說 我們也許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樣本數要夠大 才能夠成立 原因就是因為說 我們不能用簡單的幾個個例 因為他們擔心的就是這個 以偏概權的謬誤對不對 好比說我們這次在這個 疫情的情況之下呢 說不定有人會覺得說 什麼樣的藥物就可以治療 治療 就是可以治療這樣的疾病 好 這個也許呢 一個一兩個成功的個例呢 其實對 醫界來講 他會覺得是不夠的 因為 一兩個成功的個例 也不代表 它在普遍上 可以真的可以達到 這個治療的效果 所以我猜 是不是以偏概權的這個謬誤呢 其實是要看 它的這個樣本數 以及這個科學方法來決定 那 我們一般人呢 在處理這個時候 有可能因為 一兩個個例 然後就直接覺得 應該就是這樣 好比說 我曾經聽到很多這個 很多人在轉傳這個 Line 的健康訊息 就是說 我聽到某某人 因為聽了這個建議之後呢 你看它什麼什麼就變好了 所以它一定是有用的 這個就太以偏概權了 因為每一個人的體質可能也不一樣嘛 適合某個人的藥物 不見得適合另外一個人 大家還是要 聽從這個 專業的建議會比較好 對吧 不是聽信這個路邊的這個健康訊息 就覺得說 哎呀什麼 什麼東西拿來治什麼 一定是有效的 那也許這個人真的是成功的 但是這個人成功也不代表 每一個人都會成功 這個就是一個 以偏概權的這個 謬誤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實力 所以呢 很多人搞不好會 常常會覺得 像這樣的情況會常常出現 就是 哎呀我就會覺得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啊 然後你問他說 為什麼 因為我身邊的人都很自私啊 所以自私自利 本來就是人性嘛 所以 這個時候呢 可能會有點以偏概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認識到 很多人可能是 不自私的啊 你不能因為你身邊的人都是自私的 你就認為 全部的人一定都是自私的 對不對 我們認識很多像這個 德雷莎修女啊 史懷澤醫生啊 這些人奉獻自己 其實他一定是不自私的嘛 所以還是有很多 不自私的人的典範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不能夠以偏概全地認為說 哎呀這個 人就一定都是這樣的 好 那再來是 分稱的謬誤 什麼是分稱的謬誤呢 我們不能夠因為 某個東西 擁有某個性質 f 然後呢我們就說 哎 那這個x 的每一個部分 都擁有這個性質f 好比說我舉個簡單例子啊 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跟各位說 哎老師今天開了一部好車 那這個好車意思是說 每一個部分都很好嗎 可能不是對不對 對吧 所以呢 它可能只是什麼 它可能只是這個 整體來看 整體來看呢它是好車 對吧 可能把所有的這個裝備呢 加起來它是好的 可是呢 它是不是每個配備都比別人強呢 不一定 它搞不好這個引擎比某一個廠牌要差啊 輪胎搞不好比某一個廠牌要差啊 對吧 可是呢它就配得剛剛好 對吧 所以這個呢其實就是 這個分稱以為說 這個是一部好車 那它每一個部分就都要好 並不是的 OK 那我們來看看實力 假設我跟各位說 林志玲是最美的女人 所以她的眼睛呢也是最美的 那為什麼 因為呢 只要她是最美的 那她每個部分都很美啊 對吧 是這樣嗎 其實不是 但是我們也許呢 覺得一個人漂亮 或者一個人看起來長得帥 其實是整體看起來很好 它不一定要每個地方都是最漂亮的 或者每個地方是最好看的 對吧 好所以呢 以前呢 以前我就記得 曾經有這個 在有男生跟女生告白 對不對 然後就說 哎呀你長得好漂亮喔 對不對 然後這個女生就問她說 你說我長得很漂亮 謝謝你 那我哪個地方最漂亮 那個男生就說不出話來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那你騙我 對不對 你不是說我最漂亮 你如果哪個地方最漂亮 你又說不出來 你怎麼會說我是最漂亮的 好 其實這個就犯了分稱的謬誤 對吧 因為我們可以說 你這個人整體看起來很漂亮 整個零蛋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我不一定要說 你哪個地方最漂亮 所以這個 很顯然就是犯了分稱的謬誤 另外一個跟它相反的就是 合稱的謬誤 合稱謬誤剛好倒過來就是說 我們發現 有一個東西 每個部分呢 都擁有這個性子F 然後呢我們就等於說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說 這個東西就有性子F 這樣對嗎 當然不是嘛 好 舉個例子來講 各位想想看喔 假設呢 這個傅老師覺得說 哎呀想要變成這個世界上 最帥的男人對不對 好 那我要怎麼變成最帥的男人呢 我就跑到這個整型醫院去對不對 然後找到整型醫生說 哎呀來醫生醫生 來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 我想要這個變成 這個最帥的男人 這個世界上最帥的男人 好 那醫生就很好奇啊 說我的這個策略是什麼 我有什麼 policy 可以提供給他說 哎我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的 怎樣讓自己變成最帥的男人 我就跟醫生說 哎呀我的策略很簡單啊 就是我來你把那個 男明星的照片給我看 好我來看看這個 什麼部位是最漂亮 我把它挑出來 組合起來就最漂亮啊 比如說 我覺得金城武的眼睛最漂亮 所以我就整形成金城武的眼睛 對不對 劉德華的鼻子最漂亮 我就整形成劉德華的鼻子對不對 然後這個木村拓在嘴巴最漂亮 我就整形成這個木村拓在嘴巴 你把我把它組合起來 我就會是最帥的那個男人了 好 可是其實各位都知道 你們如果用這個電腦動畫把它組合一下 你就會發現那個臉是慘不能睹對不對 因為這個金城武的眼睛 長在金城武臉上是ok的 那劉德華的鼻子長在劉德華臉上是ok的 木村拓在嘴巴長在木村拓在的這個 臉上是ok的 你把它組合起來 哇那個 那個臉就長得真的有點怪了 好所以呢 每個部分都是最好看的 最帥的 合起來它並不見得是最帥的或是最好看的 ok 好那各位就知道了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遇到這個 分稱的這個謬誤對不對 好比說 美國大聯盟的這個羊姬對不對 很多這個報紙就說它是邪惡帝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每次到賽季終了之後 它就開始去每一個隊物色 看看哪一個選手是表現最好的 它就重金把它挖過來 那重金把它挖過來是什麼呢 它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合稱的概念 我把所有的最好的好手 集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隊伍 可是羊姬隊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每一年都拿到這個世界大賽冠軍呢 其實並沒有對不對 因為它有時候其實成功 有時候失敗 所以呢為什麼我們叫它一個謬誤呢 就是說它不會總是成功 當然它也不會說總是不成功 所以有時候它可能會成功 有時候不成功 也就因此呢我們會覺得 這個謬誤呢就是 因為有時候會成功這件事呢 會讓我們覺得它到底是不是一個謬誤呢 很多人會因為它偶爾成功這件事呢 就覺得那它應該不是一個謬誤 不過其實它也是一個謬誤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其實在分稱跟合稱這個謬誤上呢 經常是這樣子 兩個都會有互相推論的情況 好比說說不定 我們會覺得說只要你進到羊姬隊 你就是最好的 對吧 可是其實不是嘛 說不定這個 即使羊姬隊拿到冠軍也是因為大家合作的關係 對吧 所以有些選手各位不乏看到那種說 當時在這個 羊姬隊裡面呢可能表現很好的選手 對不對 到了別隊去之後呢 他可能就受傷了 可能就變成玻璃娃娃一樣 對不對 到這個別隊去就不堪一擊了等等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 是不是在最好的隊伍裡面的選手就是最好的呢 其實並不盡難 如果你這樣想 它就是一個分稱的謬誤 好那你把最好的選手全部集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一個最強的隊伍呢 如果你覺得是 它就是一個合稱的謬誤 所以這兩個 謬誤呢其實都常常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呢 經常的出現對不對 好比說 這個老師如果要去選 這個同學去參加辯論比賽 通常他就會覺得說 對嘛就把我們那個 班上最喜歡講話的那個 最愛講話最愛發表意見的人 集合起來就是一個最強的隊伍了 其實不是 說不定呢 這裡面呢 你還要挑一些其他 具有這個思考能力的人啊 具有整合能力的人啊 他才會是一個最好的辯論隊伍 所以 光是把那個最會講話的集合起來 並不見得是一個 最好的隊伍 好所以 這些都是 合稱的謬誤的 這個出現的這個情況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前提 跟前提相關的這個謬誤 那我剛剛已經舉過例子 就是有關於這個 假定的這個謬誤呢 我們有一個這個 矛盾的前提對不對 推出結論 那個其實也是 假定的這個謬誤的一種 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第一個就是二分法的謬誤 第二個呢 是所謂的滑坡的謬誤 就是 像溜滑梯一樣 好第三個呢 是祈求徵典 bagging 的意思就是說 原來並沒有這個問題嗎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有講跟沒講是一樣的 好像你解決的問題 可是其實並沒有 或者你講出了這個問題 其實並沒有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第一個二分法的謬誤 它的論證結構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其實呢 不給你太多選項 我只給你兩個選項 一個x 一個y 所以呢 你不選x 你就只能選什麼 你就只能選y 或者是反過來 你不選y 你就只能選x 這個呢 我們就叫二分法的謬誤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碰到二分法的謬誤呢 假設 你今天去逛街 對不對 在路上呢 碰到了歹徒 歹徒就抵著你的脖子問說 要錢還要命 我猜有些同學的直覺反應是什麼 我兩個都要 好 當你說我兩個都要的時候 有沒有在這個選項裡面 沒有嘛 歹徒只給你兩個選項嘛 對不對 一個是要錢 一個是要命 它意思是說 你要錢就不要命嘛 要命就不要錢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選一個 你不能兩個都選 可是有些同學就會說 我想要第三個選項對不對 第三個選項就是我兩個都要 可是歹徒並沒有給你這樣的選項 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二分法的謬誤 另外一個經常出現的例子 譬如說 媽媽正在看電視的小孩 各位看到這個例子就知道 老師已經有點年紀了 因為對各位來講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例子了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說 媽媽 問正在看電腦的小孩 因為現在已經 幾乎小孩不看電視了嘛 現在小孩都是看電腦 要不然就是看 iPad 等等的東西 所以它這些裝置 都已經不再是電視了 好 我正在看電視啊 媽媽就說 要去念書還是去洗澡 媽媽是不是只給我兩個選項 一個去念書 一個去洗澡 可是我有沒有第三個選項 有啊 我想繼續看電視啊 可是媽媽有沒有給我這個選項 並沒有 所以媽媽 其實這個就犯了一個 二分法的謬誤 也就是說呢 她故意只給你兩個選項 而不給你其他選項 所以呢 你在這個 推論的引導上 就會被引導說 哎呀我不選念書 我就要去洗澡 我不選洗澡 我就要去念書 可是其實 你還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繼續看電視嘛 只不過 媽媽不給你這個選項 那這時候你如果跟媽媽說 媽媽你這個是二分法的謬誤 我也不曉得會有什麼後果 不過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推論 雖然我們知道 它明明有這個謬誤 可是也不宜這個 直接指出來說 這個媽媽你犯了二分法的謬誤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提供給各位呢 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到 滑坡的謬誤 那滑坡呢 其實顧名思義嘛 它其實就像溜滑梯一樣 它有個波對不對 那溜滑梯的特徵是什麼 你只要通過那個點之後 一路就往下滑了 也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煞車 你不能說我在中間停下來 它的論證結構呢 是這樣 它是說 它通常都會利用 X 跟 Y 只差一點點 所以你覺得 X 跟 Y 沒有差別 Y1 沒有差別 對不對 那 Y1 跟 Y2 呢 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一直推論一直推論 推論到 Y 最後呢你發現 Y 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 Y 是不能接受的 再回過頭來說 X 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 X 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通常 對於這樣的推論呢 其實會有一點點的懷疑是因為 我們通常會覺得 從 X 推到 Y 呢 如果直接告訴你 你會覺得它很難接受 可是呢 如果一步一步推的話 好像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 這為什麼是一個謬誤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不是一步到位 一點一點的推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 好像似乎有道理 為什麼呢 各位來看看這個例子 如果我們算出來 同學期末成績 59 那請問老師要不要讓它過呢 其實各位會發現 期末成績 59 的人 如果你覺得說 反正老師 59 跟 60 分只差一點點嘛 就讓它過嘛 對不對 不要這麼狠嘛 對不對 差一點點不要計較嘛 那我們就來建立一個原則 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 59 跟 60 只差一分嘛 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要讓它過 好 那這時候不及格的同學 一定會 覺得不平衡嘛 對不對 憑什麼只有 59 分可以加分 我也不及格啊 為什麼我就不能加分呢 好 那這時候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就把所有的人全部加一分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什麼事情發生呢 原來的 58 分 經過加一分之後 變成 59 那根據你剛剛的第一個原則 說什麼 59 跟 60 只差一點點啊 所以應該讓它過啊 所以這時候呢 剛剛從 58 分加到 59 分的同學 又必須要讓它過了 好 那根據剛剛講的第二個原則 公平原則 那是不是所有這個不及格的人 同樣啊 58 分可以加到 59 分 再過 對不對 那其他人是不是要跟著再加一分 好 那再加一分的時候呢 57 分就會變成 現在就會變成 59 分了 對不對 我們要加了兩次 好 那這時候呢 根據第一個原則 我又要讓它過 所以依此類推 最後 0 分都可以過 對吧 對吧 可是我如果一開始就告訴你說 哎呀 0 分都可以過 你一定覺得這個 這個很離譜 對吧 可是 這個推論就會告訴我們說 欸 如果我這樣一步一步推的話 我有可能推論得到這個結果 就是最後 連 0 分都可以 所以 換言之就大叫 歐趴 好 所以這個結論 的確是不能接受 對不對 可是根據這個推論的話 我們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呢 常常這個在中文裡面講的這個 德寸進尺 其實就是 滑坡 謬霧的意思 對吧 就是要得到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那它自己呢就會不斷的 一直往前推論 然後最後呢 就會做出一個 讓我們無法忍受的情況 這個就叫得寸進尺 對吧 那我們的這個 閩南語也會講說 它是什麼 軟頭勤骨 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 如果覺得 這個人好欺負 對不對 你今天欺負他一點 明天欺負他一點 後天欺負他一點 然後呢 最後好像怎麼欺負他都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過分的 所以 像這種都是滑坡謬霧造成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物以惡小而為之 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這個惡很小 你就去做它 其實 擔心的就是怕這樣的一個 滑坡謬霧的出現 因為 今天一點點 明天一點點 後天多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呢它就會 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 也有的成語就會說 什麼 這個 像這類的禮語都是在講說 我小時候可能做的錯事 是一點點 可是我長大之後就會做很多錯事 所以為什麼這個 很多人強調教育很重要 其實道理也就在這裡 因為 很多人在推論上會犯這樣的謬誤 以至於自己沒有察覺 然後就覺得 後來那個是對的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也常碰到的一些 出現的這個推論的謬誤的例子 好 最後我們來到 起求真點 Begging the question 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呢 好 我們用y來證明x是正確的 可是呢 麻煩的是 y的正確性呢 其實是依賴x 也就是說呢 我想要用y來證明x 可是呢 我必須要先讓x是正確的y才成立 那這時候呢 y有沒有這個能力來證明x呢 其實是沒有的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卻會認為說 我們可以用y來證明x 其實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會忽略了 y的正確性以否呢 其實是要依賴x來決定 換言之這個證明呢 其實只是一個循環的 或者是一個多餘的論證 它其實是循環論證 或是多餘的論證而已 好 比如說 如果你問我說上帝存不存在 我就說上帝存在啊 那你問老師你怎麼證明 我就說因為聖經說上帝存在 好 可是各位告訴我 聖經是什麼 聖經是上帝說的話 對吧 所以如果聖經要是說的話 要是對的話 就必須上帝要存在 上帝說的話才會是對的嘛 對吧 所以事實上 聖經的權威性來自哪裡 來自上帝嘛 來自上帝嘛 所以你用權威性來自上帝的這個 聖經呢 要來證明上帝存在的話 那基本上就有一個循環的 論證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聖經之所以具有權威性 是因為上帝的緣故 那你現在又要用聖經 來證明上帝存在 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呢就是一個 祈求爭點 或者說是一個 循環論證的一個謬誤 OK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要介紹的這個 所有的謬誤 那謝謝大家的這個 這學期的努力 非常的感謝 要待謝謝大家 再介紹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